而中秋节前夕,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把善心人士还有社团捐赠的白米和月饼礼盒 分送给各原家中心所关怀的弱势家庭 让部落族人感受到社会的关心,也能够度过一个温馨的中秋节 部落里有许多弱势家庭和族人多年来受到原住民家庭中心的协助和照顾 平常他们针对部落老人、妇女、儿童还有生长者提供了探视与关怀 甚至还有提供生活物资及儿童的课业辅导 中秋节前夕,原家中心汇集了善心人士还有企业社团的爱心 把一袋袋白米和一盒盒的月饼要转赠给原家中心所关怀的弱势族人 原家中心在我们花莲地区有总共13个原家中心 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原住民的族群、原住民的家庭和孩童 那针对的是弱势或是有就业、就医或老人照顾、身心照顾等等的一些议题 提供一些预防性、资源连结跟全面性的全人的照顾服务 今年的疫情的期间相当的严峻跟严重 那也带来很多的一些在资源连结也好资源,原乡地区的资源有许多的一些不足 那我们当然是要在尤其是原乡地区交通不便、资源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也期待也希望社会大众、各界人士能够将一些爱心、一些资源 来送到我们原家中心这边 我们很乐意地把你们的爱心、把你们的资源送达到各个部落、各个原乡的地区 拿到月饼和白米,部落主任都感到很温馨 很温馨,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买叶饼给小朋友吃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领到,那小孩子领到这个,吃到叶饼都很开心 原家中心表示,目前花莲境内有13个服务据点照顾约200户的关怀户 期盼有更多三星企业社团可以提供资源 让原家中心能够照顾更多偏乡部落的弱势原住民家庭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